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那天走失了人海 一定挣扎推薦烟路牌 等着我一定会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 英总现在叫头烂额 你知道患事总是一握份的上 除了虚假财务报表 其他的问题也会一个一个暴露 如果你要做什么 现在是最好的机会 哥们 英总是个很私服的人 他认为他的财富和权势 可以打倒一切 但是他的律师不会这么不清晰 不是吗 也许我们可以发一份律师 喊给他的代表律师 让他长长提心吊胆的滋味 不 杰森 人证我们还没有掌握 我不想这么快打草惊蛇 好吧 你们中国人就喜欢按这样 磨定而厚动 杰森 近期我会去美国 明辉 找我什么事 我来 是想谢谢你 给我介绍的那份工作 这是我亲手做的可乐鸡翅 你还记得吗 大学的时候 我们再也在学校宿舍做这个了 姓同事都对我很好 上次也对我很照顾 除了 除了我丈夫不理解以外 我现在的工作比以前好多了 你丈夫为什么不理解 是不满意薪水吗 不 这薪水比在学校多了三倍 没什么不满意的 他只是 听说这个工作室 你介绍给我的怀疑 我和你 我和他越来越没话说了 他总是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没考虑你丈夫的感受 不 这不是你的错 信仪 既然已经结婚了就要好好珍惜 我先走了 任总 鲍贝尔的线人等您了 那你先忙 我先走了 好 我只有两年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hat will be the worst result? Well, the worst situation is that Powell will be sued for the concealment or will be fined an outrageous amount by the SEC I believe it won't be the worst result This time is only a risk But will now be the worst situation I think I need to remind you even ever since the news was released our share price has been dropping sharply This is not good What will be the worst result? What will be the worst result? What will be the worst result? I need to talk to the procreator before you come back In addition, you also need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to meet the governor And one more thing I need to have a talk with you alone Ian, I have to remind you about the divorce judgement If your divorce is released it will ruin our company It's my personal fears Celebrities do not have any privacy If the media find out about the truth People will be suspicious about our credibility Or maybe worse Okay I know I know I know Now let's make a mess and let me understand If it's done today I'm going to work I eat We'll bring the food I will cook and prepare And turn off And turn the b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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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And turn the bread 是不用我说了 是的 为什么 付不起早餐费 好 好 好 这么多的米 你确定你做的是粥 我知道我做得不好 但是呢 现在这个处分是我的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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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接了几个 美国合作的案子 都要很早进办公室 恐怕没时间吃早餐了 可是这些时间 不是都可以约的吗 我不管了 你反正必须得 吃完早餐再出去 以后早餐交给我 免得你早起 这么好啊 一日之际在于晨 早餐关系一天的精神 不能错 你做的 我不打扰你了 你为什么每次听的蜜蜜 都要说一半半途而废啊 实事求是 是法律精神 最近我们砸的事到底怎么了 采访谁谁就出事 你看 印辉的采访刚刚刊登出来 英索 就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给告了 英索的股票大跌 米菲尔的采访 刚刚做完 刚刚做完 他又输了遗产官司 还和什么 跟派的狗仔队大打出手 这些高端人士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就这么不靠谱呢 英辉的采访刊登了 没办法 你说这个米菲尔的采访做完 还怎么用 到底怎么办呢 主编 我觉得你该高兴 高兴 您可以想啊 这些人都是平时很难采访到的人 尤其又出在这样的事情以后 虽然咱们这篇采访呢和官司没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放到现在足以吸引眼球 所以一定会打卖 我觉得大宝说得有道理 咱们这篇报道肯定会比他输官司之前更有价值的 主编啊 你想想看 我们在这么敏感的时候发这篇文章 多么的有话题性 肯定会引起关注的 你们这么一说倒确实有点道理 现在 确实要有争议的话题才能心眼球 他现在那么受争议 正好在风头浪尖的时候 好 行 那么大家就上原计划继续下一期刊登 好吗 不过在文字上要做做准备稍微得体一点 好 今天会议就到这儿吧 下会 你高兴什么呀 人家只是没拿到一部分遗产而已 那照样比咱们有钱 那我也高兴 我就是见不惯他那嚣张那样 这所谓啊风水轮流转 也该他倒大霉了吧 以前我还以为他是我们时尚圈的人 真替我们时尚圈的人丢脸 映辉这次啊 这件事真搞大了 是啊 你看 他这事都被交出来了吧 我看接下来呀有兴多吉少了 嗯 映总您好可以谈完那两句吗 映辉 映辉 你这次谈面是跟我思思被提出有关系 是这样子吧 是 映总您可以讲两句吗 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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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进办手续我跟他谈 映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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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一定会渡过难关 我 我会在上海等他回来的 童小姐 你是个有夫之妇 这样的话似乎不太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我只是表达朋友的关心 朋友 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 我一定会把你朋友的心转达给映总的 不 童小姐 之前我以为 映总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可是你这样脚踏两只船 未免也太令人心寒了吧 映总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也是一股家庭的人 我想映总不会再见你了 映总 陌生会不会知道已经发生了这些事情 归宝刚刚采访过我们 可能会比较关注 我想 他应该知道 以前在加州 因此有什么负面你出来 他总会第一时间选择见过 那要不要我现在打电话给他 那 我不希望 他看见我狼狈的一面 欣盈 你回来了 我今天做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 你是不是太累了 来来来 我给你揉揉见 不用不用不用 自己来 你去忙吧 行 我去断烫了啊 等一下 楼上一直在装修 我想回娘家住两天 行 那等他们装修完 我去接你啊 我去断烫啊 这样的日子是我想要的吗 一直住在这么狭小的房子里 和平凡的丈夫在一起 决定了就不能再后悔 可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啊 我的年龄不允许我再错一次了 那 那谢谢你啊 我阿姨 你瞧你 你家女儿嫁得多好啊 像我们家那位 这老婆怎么像我那个女儿 你也别这样行 她也不容易 妈 我回来了 怎么不叫人啊 快叫王阿姨 王阿姨 你这孩子怎么 没事没事 你在这儿啊 我回去囊了我有点事 那那你不再坐会儿了 不用不用了 慢走慢走 你看你 客气 还送什么呀 谢谢啊 刘伯伦伦伦 再见啊 走好走好 没事过来玩 谢谢啊 谢谢 看到没 这些啊都是我阿姨的女婿送给她的 你是不知道 刚才啊 我阿姨的尾巴都会翘到天花板上去 我真是纳闷 她女儿长得呢 不如你 身材又不如你 可就偏偏嫁了一个好人家 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你的事啊 我在你身上用了多少钱 供你上学 让你学艺术 还不是盼着你能嫁个好人家 你自己日子也好过 我跟你爸 也能跟着你想想轻浮 可是现在呢 当初我和英辉 是你嫌英辉家穷 那 那我怎么知道她现在会变成这么大一个老板 好了好了别说了 你再提到她我 我更觉得凶呢 对了 前两天我还看到杂志上说 她们家在香港啊有一幢豪宅 吃好多钱啊 她怎么没想着分你一点 你说什么呢 怎么了 我又说错什么了 你不是说她回来以后还找过你吗 还给你介绍了好的工作 乖女儿 你可得好好把握好机会啊 妈感觉得出 她对你还是余情未良 你知道吗 妈 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 结婚还能离婚呢 哪条法律规定离婚那个要被枪毙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就会说知道 好好想想她 殷总的耐心是有限的 你也是一种家庭的人 我想殷总不会再见你 殷辉忽然不理我 是因为我一直不肯离婚吗 如果 我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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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离婚了 我离婚了 好 林玲 袁律师 谁啊 里边 一个爆发户带了个保镖 特大派 那你气成这样 他要见何律师 又没有预约 何律师在开会呢 后面还约了其他的客户 说跟他约别的时间了 他又不肯走 等就等呗 那么大牌 趾高强 让我给他换了好几杯咖啡呢 我连向律师珍藏的咖啡都给他了 还是不没 你去忙吧 我来会会他 这位小姐怎么称呼啊 我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之一 袁非 你好 你好 我已经足足等了他半个小时了 何律师还没有结束会议吗 怎么 难道刚才前代小姐没有说清楚吗 我们何律师 今天的日常安排非常满 会议结束后 紧接着是另一个岳阳电话会议 你说什么 难道她不知道我在这儿等她吗 实在是不好意思 这些事情都是很早就还办好的 她这摆明了是不想见我吗 我想 我的表达没有问题吧 何律师是位专业素养很高的律师 怎么会拒绝见客户呢 但是同样 她也不能因为突发状况 而跟其他客户失约啊 带我去见她 你看 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我们律所还有很多优秀的律师 可以为您服务啊 我要见的 是何以称 那你尽快把这些资料传给我 最晚下周 好 没听 下一个课后时几点 十四点钟 好 那你 现在见王小姐 何律师要请王小姐现在上来吗 暂时不用了 就这样 怎么样 我和肖小吃点喝下午茶了 我请她做我爸娘了 肖小 什么意思啊 有意见啊 不敢 我只是在想 明年大名模的律师费 我又收不到了 你怎么知道 她刚刚说她出场费可高啊 要你做她一年的律师呢 你们宿舍的风格向来如此 我今天摄罗区可过山了 从来没有人敢让我等这么久 这 这很难搞啊 何律师 你已经足足让我等了半个小时了 王小姐 很抱歉 我想我的助理应该已经告诉你了 今天没时间 而且你应该知道我们的态度 有钱都不赚 真这么清高啊 那你为什么要娶富豪的前妻 难道不是看上人家 你婚的那份财产 我这里有点事先挂了 怎么了 没事 我听说 你去采访那个什么米饭啊 怎么样 有没有被气得翻滚啊 我跟你讲啊 都说我脾气差 可是我脾气差得有道理啊 那个女人 只能用跋扈来形容 你知道她以前怎么说我吗 不要让那种农村来的模特 穿我设计的衣服 时装圈的奇葩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怎么回事啊 如果王小姐没有失忆的话 我已经在香港明确地拒绝过你 那是我先拒绝你的不是吗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可是给你带来一场呼呼天的富贵 百分之三十 你应该知道 这是多么可观的一比一场 这不是抽成比例的问题 那就是你无能 根本就没有可能了 赢不赢案子 除了律师 当事人也很不关键 如果当事人是王小姐 我的确没把握回你 什么叫当事人是我 你就没有不反应 我想你已经很理解了不是吗 最重要的一点是 如果我是法官 估计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判决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财富虽然是没有属性的 但很显然 大家更愿意 更有道德的人去拥有它 走 走 这看来我们何大律师 气死人的本领 是有封骨俭吧 好 忙你们的忙你们的啊 何律师这个坏行为 大家不要学啊 对待客户呢 还是要想原理是我 这么温暖 要像这样吧 您刚才说的这些要求 我们一定会满足的 今天有什么要求 莉莉 给我也再喝杯咖啡 这刚走了 给黑脸名媛老婆就跑来了 不会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你拐人家那么多 米芬儿走了 看样子你是来寻仇的 太过分了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 怎么可以这么侮辱人呢 我不允许她这么看 好了 相信我 她走的时候更生气 真的 真的 小小还是很生气 怎么可以这么不分清 红皂白就随便侮辱人 莫生 我有没有说过 你很不会骂人 翻来覆去的就这么一句话 如果你在 可能还会影响我 你还好意思笑我 还不是因为你我才生气 好了 既然来了 跟老袁他们一起吃个饭吧 米芬儿 我想去美国 美国 英索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 因为她肯定人在美国 所以 我想亲自过去一趟 彻底跟她办好离婚手续 然后 我们再办婚礼 刚刚在过来的路上 我也想了很多 这整件事情 我一直都表现得太过于懦弱 除了事情 除了慌张之外 就束手无策 你说你来办 我就那么放心地 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扔给了你 不 我们的陌生 好像突然长大了 我没有开玩笑 好啊 我知道了 打定主意了 梅婷 帮我预约去美国的签证时间 什么时候 现在吗 对 立刻 你去美国打官司 怎么能不带上你的律师 是 睡不着啊 不再想啊 我们的主编会不会气疯了呀 前几天我们刚从毛里求死 才回来没多久 现在又要去美国 说不定等我回去的时候 就已经被 被炒鱿鱼了 那正好啊 免得你春天到处乱跑 你好像对我的职业意见很大 不敢 不敢 算你聪明 我多久才到洛杉矶啊 还有五个小时呢 睡吧 七年前 我自己一个人 第一次坐飞机 去美国的时候 当时我的旁边 坐了一个胖乎乎的大叔 那个时候我就想 要是旁边 可以混成隐称毒号 所以现在 我算不算实现冤枉了 我可能不会变胖 不过过几年 估计也会变成大叔了 变成大叔也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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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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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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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 我都快认不出来 妈呀 我的妈呀 你 你结婚了 这是我的妻子 赵武生 赵 你找陌生人结婚 怎么外国人找熟人结婚 Jayson 那个 Hello my name is Jason 你好 Welcome to Los Angeles beautiful lady 你吃咱们当地的菜 好了 走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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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给我 你没有心理啊 好 来 走啊 就follow me 我去 来 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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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加州最大律师所之一的 人不可冒想 海水不可斗梁 我还有一个律师哥跟你一样 只能吃药的 我看看你 你就没有人家这种风格 你喜欢这种风格 嗯 是呀 哎呦 我看这不等是男的开清潮啊 像我一样 等是老清潮啊 好 真的不用说啊 就是在你去过的那个律所 我在实习的地方的时候 那个时候两家律所 有一个合作项目 我跟他这个项目做的 我看这不马上哭呀啊 小心开车啊 小心开车啊 别走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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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什么是你来 aquesta? 嗯 我只是米昆 这么好吃 所以 今天做作用了有些 englishais 你可是回家 所以今天工作有些可以来解决一下 我跟你说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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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照相 拜拜 你的念术用的是什么 我跟你说 我秘术呢 未必是在我们这儿是最难干的 但是呢 他是最心感的 你看这个腿呀 洗的嘞 这个身材 厚的嘞 议会的律师呢 我跟他很熟 他在这个行业做了很长时间 他人际关系非常的好 叫Smith Smith呢 那我估计嫂子当时跟英慧离婚的时候啊 他有在办这件事 对 Smith先生看起来非常可靠 可是 我不知道他会 看起来非常可靠 看起来啊 好了 你被骗了 喜害臊 我跟你说 哥哥 你要知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复杂 既然你从那么远的地方都跑过来 我知道你肯定对这件事一定有很大的把握 但我们缺乏人证 我不能作证吗 你当然不是认证 你自己不能给自己作证啊 要不然英慧肯定会说 嫂子是因为想要和哥哥结婚 才自己伪造了这个判决书 那怎么办呀 是不是一定要找到那个伪造判决书的人 但我个人认为 Smith不可能自己出来自己告自己 判决书是Smith自己伪造的吗 很明显 很明显 他们不会找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件事 不过 这个人 也许是个突破狗 Tom Wolf 对我想起来这个人了 当时我们一起找了公证员去公证 所以我从来不会想到这件事是假的 我记得那个人是一个白人 我们要去找到他吗 没错 这个Tom Wolf 他明明知道判决书是假的 他还在上面签字 他肯定是被别人收买了 所以 我觉得我们要去找到他 说服他 出来给我们作证 我 我想联系一下英慧 硕定这件事情就可以不用这么复杂 现在还不是联系他的时候 在拿到确切的证词之前 最好不要让他知道 我们已经来美国了 是的 他不让你们来了 才会放松警惕 我们什么时候去找那个公证员 找到之后呢 找他一顿 让他说实话 真的 你干嘛骗我 下午一天我还以为真的呢 不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打架的样子 你很期待 当然 我说实话 律师这个职业还挺好玩的 就像破案子一样 要不下次 你在我什么好玩的案子的时候 带着我怎么样 我可以给你拍照取证啊 我可以给你拍照取证啊 静歇不敏 你说什么 就是 大才小用的意思 做菜真是很不客气 您知道没有 谢谢 不客气 你知道吗 刚才那个服务生 那套衣服 我也穿过 我就在这家 穿过 这么巧 以前呢 我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 在这个餐厅遇到的全部都是中国客人 为什么 因为我英文唱啊 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人家说什么我都听不懂 就算听懂了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接 所以 就 这个时候才知道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上背得深刻啊 然后就经常被骂 嗯 后来呢 痛定思痛 英文 吐飞猛进 当然不是 我就被调到那个 后面去洗盆子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不用讲英文了 说两句是你 哦 嗯 什么特别的 对 对不起 嗯 对不起 先生 嗯 有个人 有个人说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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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我才能够体会到 你上大学打工时候的心情 每天都在很紧绷地生活着 不敢迟到 不敢早退 怕出任何的错误 又怕下一秒 吃饭 就变得没有了掌握 我现在才知道 那个时候 这么天真无知的我 应该很无奈吧 你是不是来老板的你啊 对不起老板 我刚才就是紧张 那个其实我已经把菜单都背会了 那就一紧张都忘了 那个 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 下次还有下次 真是 怎么着 你要留下来也可以 后处洗碗去 愿意就愿意 不愿意 总是 我会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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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记得有一次 你需要一本原文书 图书馆借不到 书店里很贵 你拿起来又放下了 我想偷偷买给你 结果你很生气 后来我终于和你 有了一样的想法 这儿真的是太讨厌了 什么东西都这么贵 教材书动不动 就要几百美金 还好和我一起上课的留学生 就教我怎么买二手书 等用完了 还可以再卖出去 我住的地方在皇后区 生活很方便 一般都是周末大车 去郊区的超市大采购 郊区卖得很便宜 和市中心差很远 能省很多呢 只不过 就是一个人去超市 在那么拥挤的人群里 我只有一个人 很寂寞 很想你 为什么不回国 为什么不回国 那时候为什么不回国 霓裳 怎么一阵 你不要再来找我 什么 什么一阵 你别再来找我 我不想再见她 赵摩生 我但愿从来没有认识过你 不想面对吧 爸爸去世了 你 能那么许 你见过吵一次架 你见过吵一次架 就彻底分手了 可是我以为你就是这样的人了 说出来的话就不会变了 陌生 我也会冲动的 好啦 吃饭了 多吃一点 去年八月 我预约了美国领事馆签证的时间 是为了来找我吗 我静静放开了手 低头沉默 安静的似乎 分开不过是眼泪 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 崇敬后你的难过 不再有我 是否忘记我 再一万次你会过头 你会发现还有我 你会发现还有我 陌生的文具 总是来不及 带替我 带我 不安着急 这一场游戏 没有人犹豫 想我绰绰有余 等待最后一眼 最后一遍 最后一天 最后一点 滴滴答答 消失的时间 最后一遍 这场爱情 难逃浩劫 倒数幻灭 最后一遍 这鲜鲜的告别 远海岸线终结 结果这场爱情 难逃豪杰 倒数幻灭 这鲜鲜的告别 远海岸线终结 这鲜鲜的告别 远海岸线终结